以色列傳出已經成功 就出四名人質的好消息 而救援的第一視角影片 也隨之曝光了 不過這場救援行動 造成了274名的巴勒斯坦人喪命 而且數字還在持續的攀升當中 也引發國際間的質疑 以色列第13突擊隊 釋出最新影片 一軍出動大批軍力 在海灘上等待直升機降落 接走被哈馬斯綁架的四名人質 送他們回家 以色列救出人質的隔一天 繼續對加薩發動空襲 戰車進一步深入拉法 試圖封鎖部分地區 而醫院裡擠滿了傷患 地上血跡般般畫面觸目驚心 加上醫院指出 這場救援造成許多巴勒斯坦人死亡 人數已攀升到274人 另外造成698人受傷 當地救護人員甚至反攻以色列 這才是真正的大屠殺 聯合國最近提出全球 侵犯兒童犯罪的報告 自詩正義的以色列竟出現在其中 與此對頭哈馬斯其名氣得以色列 助聯大使爾登 打電話對秘書長主任 連環標罵 值得一提的是這份文件 還處於尚未公開階段 以色列大使拍攝影片上傳 是提前洩漏文件 惹得聯合國不滿 抗議無法接受 以色列不只面臨聯合國的不認同 還有暫時內閣部長 甘辭的辭職 CNN形容納坦亞胡總理 會發現自己在國內外的立場 更加孤立 記者綜合報導 好 第十屆的歐洲議會選舉 九號晚間已經結束了 初步的結果顯示 極右翼政黨快速的崛起 席次可以說是大有斬獲 由於法國總統馬克宏 所屬的復興黨是慘敗的 因此馬克宏九號這一天 出乎意料的宣布解散 國民議會提前大選 當然此一決定呢 立刻導致歐元在十號這一天暴跌 法國的債券還有股票 也受到了重創 好 當然進一步還要來看到 這回馬克宏所屬的中間派聯盟 在歐洲議會選舉當中慘敗了 因此呢 馬克宏也閃電的宣布解散 國民議會要舉行新的大選 當然解散國會權 是法國總統的憲法武器 有過成功的潛力 就好像當年的戴高樂一樣 但是呢 馬克宏面對國民聯盟 為首的極右翼敘事待發 解散國會之舉 被外界認為是一場政治豪賭 當然選舉結果 很有可能重現 左右共治的局面 好 另外呢 我們再來看到 這個是大陸的外交部部長 王毅9號這一天 抵達俄羅斯的 夏諾夫戈羅德 出席金磚國家外長會議 他抵達機場的時候 東道主俄羅斯 派著少女拿著麵包跟鹽 熱情的接待 王毅他也入境隨俗 撕下了一塊麵包 沾了鹽巴 放到嘴巴裡頭吃掉 這是今年1月1號 金磚國家闊源之後的 第一次外長會議 在俄羅斯期間 王毅將會跟其他的金磚國家外長對話 針對當前的國際還有地區形勢 交換意見 同時也為金磚國家領導人 第16次的峰會來做準備 好 大陸的航天領域 正邁入下一個里程碑 完成了首次的月球背面採樣 並且在月球上升起了五星紅旗 大陸的官媒也釋出了製作 玄武嚴國旗的過程 A4大小的棋子重量只有11.3公克 技術高超 因此網友大稱真的是太厲害了 好 另外一方面 正在外太空執行任務的 還有神舟18號 也在5月底完成了首次的太空漫步 長而6號在上周完成了 人類史上首次月被挖寶之旅 中國在航天領域上 邁向了下一個里程碑 而值得注意的是 完成採樣後 在外太空升起了五星旗 才一直更是備受矚目 月球的這個土壤裡面 它主要的成分就是玄武岩 那我們就想 既然這個材料在月球上 實際上是大量存在的 我們如何能夠把它用起來 作為高性能的無極纖維 而這也是中國首次在月被 展示獨立動態國旗 這片旗幟在月球上飄揚 看似屹立不搖 實際上重量只有11.3公克 規格就如同A4大小 科研團隊將玄武岩 經過粉碎融化後 拉成直徑只有髮絲 三分之一的細絲 最後再織成一塊布 專家現在也解析製作過程 我們要把石頭混合到一起去 所以我們第一步就是 石頭怎麼樣去仿絲 拉成非常細的這樣一個細絲 第二個關鍵的工序就是仿殺 而這面國旗研發時間超過一年 而且還具有腐蝕性 耐高溫耐低溫等優異性能 網友大讚簡直超厲害 長六號日前也成功 終於規範組合體完成月軌交會對接 樣品容器預計在六月十五號 將轉移到返回氣中 開始返回地球 最終在內蒙古四子王旗 預選著陸區著陸 而另外大陸航天局 也首度公布神舟十八號 在五月底進行的出餐活動 完成了首次太空漫步 顯示中國航天又邁出了重要一步 記者綜合報導